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有法违线 极有法违线 人权辩不见 主要是今年4月11号 4月11号的时候 然後原本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長方養寧 已經跟共同盟的朋友有一個承諾 就是不會驅離在立法院正門和平集會的這些共同盟的朋友 但是到了4月11號的清晨卻違背了承諾 把這些和平集會的朋友都驅離了 所以引發了4月11號的傍晚到晚上大約10點左右的一波路過中正一的事件 那那個事件當天晚上是非常緊急的 但是我們必須說當天路過的群眾都是一個和平集會 和平集會要求中正一分局出來負責道歉的一個行動 而且那一次的行動最重要的就是中正一他在網路上公告了不僅僅只是撤銷了 公同盟的這個集會遊行申請的這個權利甚至很荒謬的宣告之後公同盟所有的集會 遊行的申請都不會通過這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 雖然經過我們的抗議中正一把這個公告撤銷了 但是今天當天有很多的聲援的群眾現在都被警方跟檢察官在進行後續的一個偵查 一個騷擾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非常的憤怒 我們要來跟檢察官說當天路過的群眾是在行使和平集會權 不應該用司法來騷擾我們 民間司改會的義務律師團受理了將近兩百位的當事人他們都被列為被告 那很可怕的一個數字是在七月跟八月的時候從台北地檢署就發出了將近70張的傳喚的通知 平均每一天有一個人因為這些事件而要到台北地檢署受到檢察官的偵犯 台北地檢署動用了四位專股的檢察官在處理這樣的案件 可是如同我們剛才每一位夥伴都提出的疑問 請問到底哪一位違法濫權的員警或是在這當中違法濫權的人 政府的這個單位的代表有受到這樣子的追查 有受到這樣子的偵查調查跟偵辦呢 這是我們最大的疑問 我想要在這邊呼籲檢察官 請你們善用你們法律賦予你們的職權 真正的去偵辦那些該被調查的人 而不是用你們的權利來作為前置言論自由或集會遊行的幫手 第二點我想要再特別強調的是 因為行政院的集會遊行修正草案的版本已經出來了 我必須提醒行政院跟未來的立法委員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草案它必須符合國際人權的標準 因為台灣已經通過了兩公約的施行法 就算現在的和平集會遊行改成了報備制 如果你報備的要件過於嚴格 都還是在侵害我們的集會遊行權利 那面對這個司法結構呢 我雖然尊重他的裁判 但是我不會畏懼他 我也不認為任何公民應該畏懼他 基本上我們都會採取無罪抗辯 因為面對這個惡法 我們進行和平的集會來表達意見 這絕對是我們的權利 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是政府應該要協助我們做的事情 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要為此承擔法律責任 當然如果這個惡法它強加在我們身上 我們會用我們的身體去對抗 去表達它的荒謬性 但是在法律上面我們還是相信司法 它有它的公正性 我們相信司法是在進步的 那期待執法人員能夠受到更好的訓練 期待司法官他們能夠被我們 被人民教育 他們能夠改變能夠進步 不是只有獨裁者在進化 人民也在進化 希望司法人員也跟上人民的進化 那期待執法人員也受到更好的訓練 讓他們可以拒絕不合理的命令 執法人員沒有必要遵守那些不合理的命令 造成人民甚至他們自己的傷害